感情并不一定是相处越久越稳定长情,有些人可能越相处就越是冷淡,自己的深情并不能左右别人的真心,并且也无法阻止别人的去留。 一旦真心被辜负,有的人即便深情也懂得及时抽身离开。 让我们看看十二星座中那些爱你的酒,也敢于说走就走这几大星座吧。 水瓶座,水瓶座人需要的是愉快而真挚的爱情,并非缺缺分分合合的感情。 当他们遇上心动的人,水瓶座人或许会深情而专注爱对方很久,可若是彼此并不适合相爱,水瓶座人可能连尝试恋爱的机会都不给对方。 其实,他们注重感情的纯粹和真挚,如果爱了很久的人,并不适合继续维持感情。 水瓶座人教样会选择长痛不如短痛,可为敢于说走就走的离开对方。 总之,水瓶座人在感情中很理性,他们懂得珍惜深合自己的爱情,但也懂得放弃无法继续的感情,哪怕之前付出了很多真心。 并且彼此相爱了很久,水瓶座人也敢主动提出分手,因为他们无法和不适合的人将就。 既然已经认定了彼此不适合继续相爱,水瓶座人就会既果断又冷酷的终结这段感情。 正如他们有着争取爱情的胆量,自然也不欠缺放弃感情的魄力。 双子座,双子座人在感情上很豁达,爱了就是爱,不爱了就会立马分开。 至于能够相爱多久,则取决于彼此的感情是否和谐稳定。 当彼此的爱情苛刻板板太多,或者相处中不够愉快,双子座人也敢于主动分手,并且快速离开对方的世界。 对双子座人而言,爱一个人再久,也只能证明彼此曾经很相爱,一旦彼此之间自生出冷淡和疏远,他们也敢于说分就分。 离开一个爱过的人并不是他们太狠心,而是他们在感情中比别人更加理性。 总之,双子座人的深情,并不会盲目执着,该珍惜爱人的时候。 双子座人其实在感情中很稳定,可若是这段感情达不到预期,双子座人的耐心就会逐渐消耗干净,从而说走就走的跟对方分手。 不管双子座人爱了你多久,他们都没打算将就与凑合。 一旦彼此有一方变了心,双子座人就不会继续维持这段感情,分手就成为了唯一的结果,不会因为曾经的深情而犹豫不决。 双子座人在感情中自尊心很强,再怎么痴情也不至于爱的卑微和勉强。 在彼此相爱的时候,双子座人可以愿爱愿稳定,可若是彼此的感情出现变故,双子座人也敢于说走就走,因为他们不愿意用真心去换取别人的忽视与怠慢。 更不愿意忍受别人的虚情假意,若是对方爱得不够真心,双子座人就算爱了再久,也会选择主动提分手。 总之,双子座人既可以痴心一片,也可以说不爱就不爱,他们有时候很冲动,明明心里很爱对方,但是会因为一些矛盾和争执而说分手就分手,再加上他们比较爱面子,从而分开了又不好意思主动挽回。 另外,双子座人在感情中,喜欢将心比心的巨爱,如果自己的付出得不到同等的回应,双子座人就没什么耐心苦苦维系,反而可能说走就走的了断这段关系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哦。